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也寫一個文告 那這次的主題是 用內心的耳朵去聆聽 我們人都是用耳朵聆聽的 可是教宗提到說 用內心的耳朵去聆聽 所以不光只是外表方面聆聽而已 又進到內心裡面 用內心的耳朵去聆聽 最近疫情打擊著我們 那我們每一個人都渴望 被聆聽和安慰 在這個疫情當中 每一個人都希望被聆聽 被安慰 所以在各方面都尋求聆聽 那我們現在社會上講真相 你要了解真相 你要聆聽啊 你不聆聽你就開始要追真相 你先聆聽再講吧 所以真相是從聆聽開始的 社會的傳播媒體的見證 各種對話 人際往來都是要從聆聽開始 那在基尼部我們說傳播福音的 在專業上成長也都需要重新的學習 聆聽 所以一直強調我們要聆聽 在生活當中 我們常常是聽音樂 我們會聽音樂 可是我們要聽人的聲音 聽家人的聲音 然後當然是社會上也充滿了各種言語 所以我們要會判斷 否則的話你聽到一些謊言啊 一些邪說你也在聆聽 那聆聽了以後呢 我們有智慧 我們要會分辨 當然最好的分辨就是 他講的話跟天主的聖言 是不是能夠相符合 如果一般所聽的話 違背了天主聖言 那個就是謊言 那個就是不是真實的 所以這個也可以幫助我們來分辨 這個教宗他也特別提到的 說教宗他邀請各方面的通道 大家都要互相的聆聽 那教會好比是一個合唱團 合唱團裡面各個聲部要一起唱 有低音的有中音有高音的一起唱 那你唱的時候你要聆聽其他的聲部 所以我也就發現了 你看有的唱歌的人 他為什麼戴一個耳機啊 唱歌不是你一直唱而已啊 你唱歌你要戴一個耳機 你要聽別人啊 或者是你要聽看你唱的結果如何 所以一方面唱 你也要一方面要聆聽啊 也聆聽其他的那個聲部 那整體發出來和諧的聲音 教宗強調合一 合一並不是要求要整齊花衣 大家都穿制服 這就是合一 不是這樣子 因為有的時候就是大家穿一樣的 那就是很單調的 那應該讓不同的聲音出來 但是不同的聲音都在天主聖神的光照之下 不同的聲音 但是都符合天主的旨意 那就是一個和諧了 所以不同的人講不同的話 可是我們講的都是符合天主的旨意 所以這個就變成是一個和諧的 就像我們合唱團一樣 唱的就是很和諧的 所以讓不同的聲音 多個聲部和諧共存 多元並進 所以這講的我自己看了以後 也覺得也是相當的棒的 所以不是說某些人不要講話 或者是某些人就拼命的講話 講話的人他自己也要聆聽 然後你講的你要聽別人講 然後我們大家所講的話 是不是都是很和諧的 都是符合天主的旨意的 符合天主的聖言 好 我就做這樣子的補充 因為這個是最新的 今天才是世界傳播日 所以我們的修飾還來不及寫 所以我就補充的講出來 好 謝謝大家的聆聽